我覺得這件事是令我非常有陰影 那間冰果室是浪漫Disco燈那些 恐怖的東西來了 孤男寡女是一個暗的空間 已經覺得其實有點害怕了 走進去參觀 他鎖目了 你是不是躺在這裡感受一下 嘩 全程都超害怕有人跟著我 I love you again Good day! 我是凱晴 如果大家來過墾丁的話 看到後面都應該知道我們兩個現在是墾丁 其實說到墾丁這個地方 是令到我真正喜歡台灣的一個地方 因為我在2016年的時候 在這裡打工換宿 因為我每天都是過得很Chill的 可能每天都是看氣象的雲圖 沒有暈的時候 我們就會跟民宿的小幫手或者管家 一起去沙灘看星星 日出日落 一直以來在香港這麼大壓力成長的我來說 這個地方是令到我重新會感受到生活這件事 而不是每天都活在壓力之下 所以好像說得太遠了 其實為什麼突然錄這條片呢? 就是因為我在墾丁其實遇到一件很奇怪的事 我以為我已經跟過很多人說 然後剛剛問他 竟然他不知道 然後其實這件事我一直都很想拍片 所以就不如錄一條片出來 就是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件事 這件事因為其實都已經過了七年 就是exactly裡面的那些細節 我不是說每一件事都記得 但是我真的大約跟大家說一個大概 話說呢 我在恆春的一家牛肉麵店 自己吃吃飯 可能我點餐我隔壁的那個人 就聽到我不是一個台灣人 他就覺得很好奇 然後就問我 你不是台灣人來的 然後我就說我是香港人來的 然後他就說 我都認識很多香港朋友 其實都是一些搭散的話語 那時候一直都會覺得台灣人是nice 還有你打工滿宿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你都會想認識一下朋友 所以他見他這麼暴黑熱情的時候 你都會跟他聊天 他就說他是一間冰室的老闆 他就說 那一陣不如吃完牛肉麵之後 去他冰室吃個冰 那其實我覺得開門做生意 都不會很奇怪 那還有 為什麼我會這麼相信這個人呢 就是因為我們閒談期間 他就問我 你在哪裡有打工滿宿啊 我認識你那個老闆 我認識你那個gourmate 然後那個戒鼻心又低了 是的 而且他不是這樣說的 因為他在那個facebook那裡就說 我前幾天才看到你roommate 我還加了他的facebook 是真的 是 因為他是給我看他的冰室 然後我看到roommate like了他的page 所以我就覺得 那真的是認識的人 我會覺得是friend的friend 我會覺得 在這個這麼小的地方 就覺得更加容易認識 更加一個圈子更加小 是的 我會覺得 認識到friend的friend 我一定要馬上跟我roommate說 所以戒鼻心是極低的情況之下 我吃完牛肉麵之後 就跟了他回冰室 我覺得冰室 是給人家吃宵夜的 可能會開到很晚 誰知道我到了之後 是沒有開門了 那天 現在好像沒有了 冰果室 但是我在google那裡 那時候是看到有評論 然後又OK 老闆很熱情 他就說 今天公休日 我就為了你開門 吃過冰 其實我那時候都已經有些 有些奇怪 然後我就說 不如等我roommates 下次一起來 他就說 摘一不如撞一 先進來 進去 然後他就關門 他開的燈是很奇怪 就是一個冰果室 正常你想下去 不會像酒吧那樣 浪漫氣氛的 他那間冰果室 是浪漫disco燈的 你明白嗎 那些五眼六色的 disco ball 是 是 是disco ball 然後轉轉轉轉 那一隻 我就說不吃冰 然後他就說 那你參觀一下 因為我們也有點少幫忙 還有可能有些朋友來到 我都會請他們過來住 恐怖的東西來了 我真的很記得是一個冰果室 然後呢 在右邊有個門進去 就是幾間房間這樣 印象記得 好像有兩三間房間 然後有個小花園 那樣的 他其實就是開了一些門 給我參觀 其實是有點像平時的民宿 可能真的那幾天 沒有小幫手 我現在都無從考究 那他就說 不如進去參觀一下 那我呢 其實心裡面也有小說 覺得有些孤男寡女 是一個暗的空間 已經覺得其實有點害怕 走進去參觀 他鎖門 其實呢 我是很害怕 但是我不會馬上表現出來 哇 你怎麼鎖門 我是想看看他想怎樣 我覺得是很幸運的是 他不是那些真正超變態 那些 如果他是馬上這樣撞過來 我真的 真是PK 我真是混蛋 我是正在震動 差不多走了 哈哈 他就說 其實我們的床 都是特別用軟的床墊 你要不要躺在這裡 感受一下 他說 然後我就說 不用了 然後他自己就躺在床上 我覺得他有一點想 捉著我的手過來 就是 不要試睡一下 我真的不要 或者試一下 很彈彈彈彈 其實都知道什麼 聊到這個位置 真的 如果我是 稍微open 或者 一夜情的人 我可能 真的會上檔 但是我不是那些人 然後我會立即想走 還有他鎖門 重點是 我是完全 真的站在那裡 然後他就可能知道 我不是 不是open 那些人 所以他就說 OK 那我們走 然後我幸運 聽到那個門鎖得開 我是超開心 我想說 這個東西 不是說我拒絕了你 然後就對我沒有傷害 因為我是 恆春那裡 我是由他那個冰果室 我要走回家 我是 全程路 我想可能 十分鐘左右 我是 全程路都很害怕 有人跟著我 我回去 立即和我roommate 說 然後roommate 就馬上說 我認識他的時候 我完全不覺得他是這個人 可能因為他認識他的時候 他後來沒什麼時間 跟他單獨相處 所以就先沒有下陷阱 可能你問我 為什麼不報警 那樣 其實我在第二天 回到大工滿宿那裡 我都有立即和管家 我roommate 四個人在討論 我們最後是沒有了一件事 是會在恆春那些group那裡 會說 大家小心點 XX冰果店的老闆 但就沒有真正說搞大件事 沒有他報警 原因 其實是因為 沒有證據 找不到證據 你只是憑口說他 其實我最後都沒有什麼損傷 所以我覺得我們就是 沒有了一件事 但是 我覺得這件事 是令到我非常之有陰影 會令到我在第二天 澳洲獨有 或歐洲獨有 跟陌生人聊天 會特別小心 在這裡也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你之後獨離 尤其是獨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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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一個新式的異性 可能單獨去某個地方 可能有些朋友賠會好一點 我自己覺得 這個就是我肯定的故事 我真的每一次來到肯定 我都會想 share這個故事 給大家一個參考 就是不要在獨離的時候 那麼容易相信人 還有每一次 譬如有些sharing的時候 別人問我 你經常去旅行 有沒有一些恐怖的事要分享 我一定是說這件事 因為真的很恐怖 我想說 完全是陰影面積 超級爆炸大 不止獨離 即使你在熟悉的香港 都要小心 都要上街 很多 是很多 是很多 那這個sharing 就到這裡為止 我都錄了十幾分鐘 那我們就繼續去營燈塔 拜拜 拜拜 Let's have a good day No matter if it's rainy day 勤電影刷Cafe Cafe甜和Latte 與你一起 代曹是GoodDa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